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兵 这一期呢我来到了海珠区的南华西路这边 在南华西路这里就有一间41年的老字号烧腊店 如果说到吃烧猪肉 在海珠区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一家店了 这家店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烧腊都有 挂满一整个橱窗的烧腊 你在旁边看到都会口水直流啊 透过橱窗你都不能发现 他们家选用的食材都挺好的 这些烧鸭烧鹅烧得多好 你们看一下 还有这么一大块烧的色泽金黄的烧猪肉 个人最爱就是吃他们家的烧猪肉了 有朋友们再看一下这个烧鹅 烧腊的火候掌握得多好啊 还有这边的叉烧 作为一个地道的广东人来说 对这些烧腊真的好无抵抗力 他们家除了烧腊还有各式各样的卤水出品 但是我个人最爱的还是他们家的烧猪肉 在海珠区住了十几年 以前每个星期呢都会来两次 现在住的远一点了 住到白云每个星期只能来一到两次了 在白云区做的好的烧腊店真的没多少 真正地道的烧腊店还是在月秀丽湾和海珠 现在是上午的11点左右 你们看一下店里面已经来了不少的客人了 深层烧腊店作为一家41年的老子后 在海珠甚至在广州来说都有相当的知名度 他们家的烧猪肉出品 我个人认为在海珠区应该是最好吃的了 很多客人到他们家砍料 也有不少客人到他们家买快餐 里面摆放了各种的调味料 他们家除了烧腊 卤水出品做的也是相当的有水准 特别是卤水大肠 不过我最爱的还是他们家的烧猪肉 无论是食材还是口感味道都一级的棒 海珠区烧肉的天花板 想吃他们家的烧猪肉 最好就提前一点过来 因为在所有的烧腊出品当中 他们家的烧猪肉是最好卖的 很多顾客过来一下子就会买很多 所以如果你来得晚的话 烧猪肉是很快就会被卖光了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烧猪肉烧得多好 猪皮又圆可见的酥脆 肉质带有汁水 而且还是粉嫩的 砍下来过程 他们家的烧猪肉卖59块钱一斤 朋友们再看一下他们家的白切鸡 还有这个豉肉鸡 够不够地道 好不好不是肉眼都可以看得见吗 像这些烧鹅烧得多好 外皮看起来色彩金黄 以前住海珠区的时候 就每个星期都至少来两次他们家买烧了 现在住到白云区比较远了 每个星期只能来一到两次 特别羡慕住在附近的居民 一般情况来说 店里面都会根据客人的要求给你看 我就买了一盒烧肉 半斤多吧 这烧肉好不好 你们从视频中也能看得出来呢 另外买了一份白饭和青菜 一共就花了45块钱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烧猪肉 这个食材选用得多好 猪皮烧得十分的松花酥脆 肥瘦相间的猪肉切得厚薄适中 烧猪肉切成方块的口感是最好的 一定不能切成薄片 你们再看一下猪皮有缘可见的酥脆啊 烧猪肉是经过腌制的吃起来很入味 猪皮口感松脆 而肉质嫩滑多汁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在绿院一份烧肉120块钱 一共呢也就12块 如果撇开环境和服务不说的话 在这里40多块钱包你吃到满意 包你吃到爽为止啊 就算是在疫情下 店里面的生意还是挺好的 陆陆续续的有非常多的顾客过来购买 听到吗朋友们 这烧猪肉真的是非常的酥脆 诚意推荐给朋友们的一间 41年老只好沙拉店 生成美食店 营业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下午4点到晚上的8点半 友情提醒一下 想吃烧猪肉的最好提前一点过来 在旁边这里呢还开设了汤食 我是大兵 一个住在广州的老吃货 关注我带你们发现更多的地道美食